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是否出了一个报告关于不识设置住屋的问题 其实一直有讨论的 我之前没有留意那么多 因为最近我知道立法会有个小组讨论这件事 我看过一些资料 于是有感而发 我才发觉原来讨论的内容是这么偏颇 首先是什么不识设置居所 不识设置居所太小间 太小间 其实政府有一个 他不是用这个 2016年 做了一个报告 之后很多帮药婿社群 帮基层的团体 一窩峰立法会员 讨论这个报告 报告其实是针对劏访的 他有一些条件 可能要很旧 可能要共用 原本的单位不是这样的 原本的用途不是这样 或者蔡光 空方之类的 他有一些 报告是做得不错的 第一轮的报告 他说什么呢 就说香港大概有20万人 就是住在这些 不识设居所 他不要用这个条件 但后来就加了这个条件 之前只不过是很客观的陈述 就说是那些分间单位 做了一些很仔细的调查 就说香港究竟有大概多少人居住这里 里面的人的收入 性别 教育背景 之类此类 做得不错的 最后就说有20万人左右 住这些屋 受到这个条件很差 于是乎很多社工 保护基层 团体 或者立法会议员是靠票员的 就全部撲出来说话 说不行了 这几年经常说 这几年经常说的逛逛就是悲伤的报告 是的 有这么多人住的逛逛 20万人 二十万人住在逛逛 那是不是很可憐呢 单位又这么小 环境又没有 这么差 又可能会要供应 不是说的逛逛 而是恶劣的逛逛 就是逛逛逛 逛逛逛是正常的 是 劏房已经是正常的 因为按照我的想法 香港大概有740万人口 这个700万人住在不适合的居所 是的 我这个同意来说 就算你说我们印象中的劏房 我想都应该超过100万人 只不过是 你有百多尺都未必代表你不出洩 你以为有刚才那些这么恶劣的条件 都还有二十万人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那些人的要求 为什么你的本土人救责 但要求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男孩 或者是一个女孩 过了某一个年龄 十二三岁 应该有自己的私障的环境 大家应该是 劏房没有私障呢 自己一个住就是 其实劏房如果你在市区 自己一个住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些劏房是一家三口住 一家四口住 那就是问题 你问我 所谓的适切就是一个人要住 二三百尺 没错 但先讲回主题 他认识了 找到这二十多万人 然后没有问题的 但是去到政策讨论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问题了 他就说这群是基层的人 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要建多些公屋 这是他的主调 这不是他的主调 全香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 香港有访问问题 那么起到他说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 同一个报告里面 我刚刚看完很熟悉的数字 第一个是永远没有人召唤的 到今天也没有人召唤 我是第一个人召唤的 报告里面访问了 了解了他的背景 所有是同一个研究的对象 就是已经二十万人里面 他不是问了二十万人 可能有千千个 假设有二十万人 他里面访问的人 问了其中一个问题 是所有这些立法会议员 或者这些社企 都是不敢访问的 或者是一些时事评论 或者是时事评论 他问到里面 他受访问的对象 究竟有多大的比例 是在等待公屋 申请了公屋的呢 不够一半 即是就算你建多些公屋 最多只是帮到里面的四成多的 有超过一半 住这些这么恶劣的环境 都没计算你刚才说 住私楼通房盘的那些 就是这些最恶劣的 都有一半不是 不符合资格申请公屋 不符合资格 或者他没有申请 你再看看他们是什么人呢 有超过三四成 不是老人家来的 是这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 另外有三成是从来没有结婚 现在是单身的人 又或者是他们是超过一成 是有大学位的 基本这班人就算他合资格申请公屋 都是条龙排到他有排十年都隆土的人 首先没有资格申请公屋 就是没有资格申请公屋 现在是说就算是少过一半 还有那七八万个资格申请公屋的那班人 都有可能一半是单身的 三成 三成 那你都玩完了 香港要申请单身公屋 分分钟都要六七年 除非你是老人家 他不是 你应该一入大学申请 一入大学申请 没用一入大学申请 因为要六年内 你的收入门纜都要低于公屋的要求 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因为实际上你当然是会收入低于公屋 因为你到了最后 你会因为你想申请公屋 你就会选一些低人公屋 又或者是炒散不保 或者其实我觉得萧先生说得最简单 或者你会骗政府 就是这么简单 绝多到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你要申请低人公屋 你就要骗政府 而我也很有信心 这些人有很多就是骗政府 所以这个报告或者是 他现在做这个资商 有两个问题 就是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息切 我们三个中产党 说了很久 其实肯定不止这二十万个人 大部分香港人 七百万人 七百四十万人 你问我自己 我现在一半时间在美国住 一半时间在香港住 香港真的不是人住 我香港的房子 我觉得都是很小的 我在美国一个人 我怕住得大 你想去派住得大 不要住几千尺 我派住得大 不要打你 又花园又整个都很烦 我是很辛苦 才找到一间千五尺的房子 辛苦你 太小 太小了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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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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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数很快 要找到一间千五尺 真的可惨 有少少少多余钱 在一间屋前面 买多个码头 只想引船的时候 就不想 做这个 正常中产的生活 应该是这样 回到香港便是大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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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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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九百多 九百多尺 叫外府 外府 不要来住 我帮手 臭小子 這樣就大了 這樣就大了 怎樣住人 六個人住九百尺 我也覺得逼我以前 六個人住百多尺 兩百尺 是才是正常 我到現在一個人住五百多尺 就開始救人 勉强就要這樣說 平均人均面積,居住面積是151呎 如果沒有記錯 120多呎 我記得 但問題就是有些李嘉誠 平均人均面積是2000呎 所以就剩下那些大家自己爭 有些人還有兩間屋、三間屋 然後大家說應該是夠的 因為那些人計出來的女子母都已經寫了 平均 為什麼會不夠呢 其實真的夠 如果你把李嘉誠靠門收了 然後大家一起住 然後大家鬥地住 全部收出來 然後一個四合院搬出去 我又要調低我的智商 去說現在的人怎樣面對這個報告 就算被你踢爆了 原來裡面有大多數人都沒有資格申請公屋 不停建公屋 建建公屋 終有一天建到 連這些不負合資格申請的人都可以住 然後另外一個說法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有150個單程證 其實就會全部住了 做什麼差都沒有用 第三個答案 所以就要搞那些什麼青年住屋計劃 現在政府正在搞 你搞了幾百個單位 給那些有需要的年輕人住 你不管政府沒有工作 我覺得你雖然調低了 其實你很簡單 因為150座單程證 其實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零輸入人口 香港每年大概會減少三萬多人 零輸入人口每年大概會減少三萬多人 如果每年減少三萬多人 即是每年多了一萬多單位 所以很快 我想十年之外 香港就會增加了 可能是多出了 可能是新興 可能就等於已經夠了 一百五十塊 一百五十塊 如果假設你是零 可以變成零 香港人口減少 不要計算所有的浪費 是可以的 至於你蓋的那些 就存在肺 因為你蓋的那些是問題 那你計算數 我們計算 如果回來 回來這樣 回來幾多人 你依然沒有增加 因為我們大家只是計算公屋的問題 我們只是計算過二十萬人的生活居住 我們不用管其他人 我們只能解決基層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不應該給發展商蓋房子來賺錢 因為他們蓋房子賺錢是很不易的 我們應該不給他們蓋房子 讓他們不用賺 全發展商沒有錢賺 因為現在一向發展商蓋房子賺錢是罪過 我們不應該給地產發展商蓋房子 不是這樣蠢的觀點 香港最少有五百萬人相信 五百萬人 不是五十萬 是五百萬人相信 我提到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就算你現在不停蓋房子 你剛才都說一百五十個單程證 解決不了的問題 那為甚麼還要蓋這麼多公屋呢 你解釋不到這班公屋聯會 或者什麼 既然一百五十個單程證 解決不了 那就蓋房子都幫不了 反正都幫不了 不如蓋房子 你會否幫我 150個再蠢一點是甚麼呢 其實很多去批評150個 那些人 他不是完全反對說不給人來的 他只不過說拿回審批權 那拿回審批權 那些人都會來的 都要住的 你拿了權 都要住的 他拿回審批權 他拿回審批權 那些人就不要給那些蝗蟲過來 要給那些有生產力的人過來 所以有生產力的人 那有生產力的人就不會搶那屋 就會搶貴的樓 還會搶貴的樓價 就是公屋是問題的 我們不要住公民 但是搶了貴的樓 那原本住在貴的樓 那些人沒有屋住 就要去申請公屋 不會申請公屋 因為你根本不夠資格申請公屋 你只能住在劏房 你只能住在劏房 我其實就想到一個方法 一路永逆 我說你經常都擔心那些蝗蟲來香港 那就在大灣區建公屋 我都說 現在林鄭說香港住 我都沒有問題 她最壞就是叫我們香港人去住 你叫那些未來香港那些 單程證的人去那裡住公屋 那就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香港人又不行 他有沒有搞錯 我們政府用公帑在大灣區 建樓給大陸人住 但是他又不會去想 如果那些人在大陸沒得住 那他就下來香港住 香港這屋不是香港政府給他們嗎 那些人不是大陸人 那些人是已經拿了香港 單程證的人 那個地方當然不去給大陸人住 那些拿了單程證的新移民去住 那你不要在香港住 可以嗎 但你怎樣看現在這個報告 這樣被人引用 我覺得很扭曲 而且我簡直是有些社企 看完數據就覺得 有二十幾萬人住 這個是不是香港上課 很慘 於是他自己就另外 他不稱呼那個 說不夠一半的人 是有申請的公屋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 醫療 電子煙 房屋 都是出現一些問題 而用了某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資料 對自己有利的資料 判斷一個結果是對自己有利的 這些是我們叫做什麼 這些叫做 學生不正確 而這些不正確是 基本上每個人都管著立法會議員 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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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這樣做的 我不敢問這件事是不是 但我肯定 這裏裡面肯定有大學教授 或者那些港師 有份是引用這個 因為那些公屋聯會 一定有他們的份 我心想 你在香港再做這些有什麼意思 搞學術有什麼意思 如果這些那麼貼地 實用的東西 你都可以這樣做 應該這樣說 搞學術的意思就是找一份 找Steven Seven 搞學術真的搞 真的搞 不是說做做做做 他真的搞壞了那些學術 因為你揹著教授的名字 揹著那些名字 就很容易找到一些非常愚蠢的人 而香港那些愚蠢的人 大概佔了七百萬 所以無論如何是這個 或者那個愚蠢的人 尤其我都是學界的人 會生氣的 你用不需要這樣 你讀那麼多書 你知不知道學界是多少人 是嗎 是 我不是很難做 你也要做 但其他人很難做 是 是很猛蠢的 就是你讀那麼多書 然後出來 又說什麼科學訓練方法 原來是這樣 來扭捕的時候 去銷售自己想 我放了那麼多信任 去你這班學者 議員上面 然後你搞這樣的手段出來 你怎樣去罵 你真的想罵那些學者 例如雷鼎明 還有何樂生 你真的沒有資格罵 因為你們跟他們做的事 可能是差不多 甚至更差 只不過是大家賣的東西不同 那些客戶不同 但是手段有什麼分別 好了 這集就到這裏